知名旅游业者今天宣布与台铁新手打造全台湾首座 花莲台铁礼宾后车室以及13座 宜花东自行车补给站 让铁道旅游体验再度升级 带领东部公共产产业迈向新的里程碑 骑着单车游花莲进收沿路美景 单车旅游引领风潮 周休二日我想要去哪里骑车 如果说到站这边有的租借的话 就会比较方便 知名旅游业者与台铁历史半年赤资2000万 携手打造13座宜花东自行车补给站 结合铁路观光推动良铁旅游 也就是铁路加铁马打造低碳旅游环境 为了把整个观光产业链做起来 不是只有轨道而已 包括在地的所有的饭店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结 我们会提供一些空间跟时间 让我们的游客可以到花莲之后 在等待接铺的时间 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 新启用的自行车补给站 提供租借单车与电动汽机车服务 提升旅游机动性 而不只是铁道经济 未来也计划与旅速业者合作 带动东部观光产业 全南首座花莲台田里 冰后车市在2号开幕 提供特定会员放置行李 享用饮食和舒适空间等 一条龙的观光产业链 提升在地观光品质 也盼吸引更多国际观光客到台旅游 记者陈敬夜花莲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